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学们 例证 行礼 郑师傅好 大家好 我现在立刻来点名 林千奇 到 叶丽宾 到 黄凯玲 到 邱明峰 到 所有人都到齐了 欢迎你们来到料理魔法学校 我是大头班长 我们先来玩一个课前小游戏 揭晓今天的指定蔬菜好不好 好 今天的课前小游戏叫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 给你们一个小提示 就是要考你们的体力还有脑力 体力和脑力 大头班长已经在课室里藏了八张拼图 你们要在30秒里面找出这些拼图 然后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案 30秒 然后呢 透过这个图案告诉我 今天的指定蔬菜到底是什么 清楚明白 清楚 好 我们开始计时 30秒 开始 你们找了之后呢 就赶快粘在这个板上 快点 快点 明峰 明峰 快点来这里 把它拼在这里 快 快 千奇 快点 赶快 好 剩下15秒 快点 哪里 要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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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在这里 5秒 4 3 2 1 时间到 好 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个指定蔬菜是什么 灯笼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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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吗 这样看也觉得是灯笼椒 不过我觉得是板鞋 是灯笼椒 灯笼椒 灯笼椒 好 最后一个人 有可能会这样的 所以是灯笼椒 答案到底是什么 灯笼椒 一 二 三 灯笼椒 就是灯笼椒 灯笼椒我们也可以称为甜椒 分成了红色 黄色 还有绿色 口感带甜 比较不会辣 灯笼椒有很多的营养价值 它含有维生素A 维生素C 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预防感冒 让我们不容易生病 今天我们的指定烹调方法就是 灯笼椒 灯笼椒 到底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创意菜肴呢 我们马上进入魔法料理课 我们一起来上课 今天我的这一道创意料理呢 它的名字叫做 彩椒模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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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会用两种颜色的灯笼椒 灯笼椒呢 它的表面有一层皮 那么现在我就要把它去皮 首先我把这个把它固定着 再来我就要用这个 灯笼椒 好 就这样把它弄成烧焦 看到吗 看到了 师傅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要把灯笼椒的表皮烧焦呢 因为它表面有一层皮 它吃起来就好像一层辣这样 当我们吃的时候 可能它会留在我们的牙齿 牙缝 所以口感就会被影响 那我们烧焦了过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纸袋里 让它焖一下 待会我们就可以去皮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炒饭了 然后我会把我的炒饭 放在这个灯笼椒里面 煮这个米饭的时候 你要拿捏这个水的分量 其实并不困难 今天我们将会用白米 那么白米呢 它的米和水的比例呢 就是1比1又四分之一的水 那么灶米呢 一杯的灶米 你要放两杯水 那糯米呢 它的比例就是 一杯糯米 对 半杯水再多一点点 那么少啊 对 好 那我们爆香我们的蒜米 然后呢 把我们的鸡蛋打进去 这里呢 我会用两粒蛋 那么在蛋这里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调味哦 找起的盐 胡椒蛋 炒一炒 好 这时候我们就倒入我们的米饭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加入其冻结的蔬菜 还有就是芝士香肠 好 好 很香也是哦 再做一些调味 然后再多一点点的胡椒粉 椒粉 接下来呢 我就要去皮了 就用这个西油纸 轻轻地在它的表面 拉一拉 表面的皮就去了 它表面一层好像辣这样 对 就不见了 所以呢 这里我就把它切掉 然后呢 把里面的芯 还有它的种子 刮出来 去掉 那么呢 我在装这个饭进去之前呢 我会放一些芝士 炒饭放进去 再加上芝士之前呢 我们要放一些 美乃汁 对 再放上一些芝士 芝士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彩椒模范杯 放到烘炉里面去了 温度呢 是190到200度 要烘多久呢 这个呢 我大概要烘5到10分钟 看这个表面呢 它已经成了金黄色就可以了 那师傅 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 什么是烘 那烘呢 就是把食材 放在烘炉里面呢 让它膨胀 让它变色 然后让它熟透 就可以了 大家要记得哦 在你们用这个烘炉的时候 记得要预温哦 我觉得烘这个技巧 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度 因为需要抓住它的火候 十分钟过去咯 你看我们的这个彩椒模范杯 上面的芝士呢 已经开始变金黄色咯 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好香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做摆盘 好 好 芝士的味道好香 我需要一点的辣椒酱 让美乃滋 挤在这边 把这个彩椒模范杯放下来 金色灯笼 像那个芝士 当我看到芝士 它这样就是被拉到很长的时候 我就觉得 师傅应该是把它烘得刚刚好 就很美很好 好 放上一些生菜 那我们的彩椒模范杯就完成了 太棒了 彩椒模范杯可以试试了 赶快开动 好 好 那个灯笼椒的辣 拿掉了 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重 很香 而且那个饭加了美乃滋 感觉很像日式料理 那个青椒的味道也不会很重 而它每次的饭吃很好吃 我发觉很多小朋友都不喜欢吃灯笼椒 我就把这个炒饭 就用小朋友都喜欢的食材 比如说起司 香肠 当他们想吃这些炒饭的时候 他就必须先吃这个灯笼椒 所以我就想出了这道菜 欢迎来到料理测验室 谁是要理魔法师 我是 让我来为你们揭晓今天的测验室 猜得到吗 猜不到 刚刚师傅有说了很多 米跟水的比例 所以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的米 待会你们四位同学 就要依照大头班长给你们的指示 然后就听多少杯米 然后要给多少的水 打队三题的同学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魔法规章 好不好 好 我之前有在家包过饭 这项测验对我没什么难度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注意听 我要开始出题了 好 来 一 二 三 师父送我一杯米 双糕米 白米 白米需要多少水 来 要看清楚 到底哪一个才是白米呢 这是白米吗 好 哪了米 赶快作答 来咯 第二题要来咯 快点 还有时间 太过于紧张了 结果把水倒到一半的时候 所有的水都倒出来了 同学们 好了吗 好了 那要出第二道题目了 来 准备 一 二 三 师父送我一杯米 双糕米 双糕米 双糕米需要多少水 梅峰 你知道答案吗 要看清楚 不要看别人 那个米就以为是一定是对的 要认清 要快 速度要快 同学们 好了吗 好 第三题 听清楚了 一 二 三 师父送我一杯米 什么米 糕米 糕米需要多少水 梅峰 你知道答案吗 看起来大家好像都很有信心 一杯糕米需要多少水 同学们 你们确定答案了吗 确定 真的 真的 不需要改 不需要 白衣呢 我要的答案是 一杯有四分之一的水 糕米是一杯糕米 对两杯的水 一杯糕米呢 半杯再多一点的水 所以我们今天的测验呢 只有一位同学过关 那就是凯琳 恭喜凯琳 我觉得他们没得到魔法徽章 应该是他们 师父在讲解的时候 他们应该没有留意吧 连续两次都没有拿到魔法徽章 我觉得就是会激励我 下一次一定要做得很好 我没有获得魔法徽章 我觉得有一点失落 因为呢 我心爱的新郊就这样离我而去了 欢迎回到料理魔法学校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上了制堂课 将 創意料理课 两组同学呢 将会以我们的指定烹调方法 烹 加上指定蔬菜 灯笼椒 还有呢 自由选一样 模法食材 在三十分钟里面呢 完成一道创意菜肴 那我们从QB起冰开始咯 好 我们是QB起冰 食材变变变变 创意奇迹蜜看见 我们的创意料理是 鲜味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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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的魔法食材是 玉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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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算是青椒 不会它的味道不会很怪吗 那极妙双熟 你们的创意菜肴是什么 我们是奇妙双厨厨 美味佳肴 创意无限 定在我手中 我们的创意菜肴是 阿里阿玉烘阿娇 阿里阿玉烘阿娇 魔法食材是 而我们的魔法食材是 雪梨 我觉得奇妙爽厨厨的魔法食材 就是蛮特别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 用灯笼胶 就是夹那个雪梨下去 我想他们的味道 应该会很特别吧 这两个创意菜肴 选的魔法食材 味道到底会是怎样 麦香又是怎样 吃起来会是怎样 我不想了 我们马上进入创意料理课 揭晓答案 欢迎来到创意料理课 同学们 你们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施展魔法 编出一道创意菜肴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很期待你们的菜肴 所以三十分钟必食 谢谢 奇妙双厨厨 你们今天准备的阿里阿玉红阿娇 是怎么做 首先要把那个雪梨 椒皮 我们也要切这个青椒 玉米拿去煮热它 那个牛油果的肉就切成粒状一样 然后就把鲑鱼 然后就把鲑鱼 雪梨 牛油果和玉米 就叉在一起搅拌 勾就在那个切好的青椒底部 涂一层咖喱巴特 然后就把我们搅拌好的食材 放在上面 再放一片芝士 拿去烘就可以了 选择雪梨作为魔法食材 是我和明峰一起想出来的 因为我们觉得雪梨 它又有丰富的营养 而且它的果肉又鲜甜又脱脂 它们的这个食材的配合 的配搭其实都很不错 是很特别 又咸的 然后又有甜的 然后又有辣的 感觉出来应该令人蛮期待的 我很好奇阿里 阿玉红 阿姜 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所以 好 没关系 再拿过 我从她身上就是学到 原来就 如果是你容易弄掉东西 就要在桌子上削 不然它会一直掉在那里桶里面 那我迫不及待吃你们的阿里 阿玉红 阿娇了 加油 好 好 师傅 我们去看QB提兵 这道煎味聚宝盆 是怎么做的吗 首先 我们会把所有的海鲜 就是三文鱼和虾都切成冰状 然后还有把青椒和蘑菇也都切成冰状 然后它就会拿去煎 煎好了过后 我们就会装在这个杯子里面 然后再撒上玉米片和 莫加瑞拉 莫加瑞拉芝士 然后就拿去烘 一般就是用三文鱼和虾 都是没有什么脆度 所以我就想到要用玉米片 因为玉米片吃起来是脆脆的 然后就带了点嚼劲 我觉得他们的这道菜 有很多东西需要切的 对 那你们要赶紧 好的 30分钟后就可以吃到你们的 鲜味聚宝盆了 对不对 对 这道菜会不会让我很惊喜 会 真的吗 真的 很有心情 那我们一起喊加油 来 一 二 三 加油 两组同学 你们只剩下15分钟 要赶快抓紧时间 完成料理 好 完美 鲜味聚宝盐 你们现在在煎的是什么 谢谢你 现在丽丽在煎三文鱼 然后他就会把虾也放进去一起煎一下 最后我们会把蘑菇和青椒都放进去炒一下 让它软一点 好 那师傅 你兜了一个大圈 然后你觉得说 这两组的哪一个创意菜料 你最期待 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奇妙创出的 为什么 这个创意料理 因为我觉得他们用的食材 都非常地大胆 而且都有很多我喜欢吃的食材 你叫要不要把那个芝士放进去里面 然后我觉得还要融化 一起来吃 就摆盘一下 可以 试一下 我先摆完 如果还有剩下的芝士 你就可以一起放进去 这样我煎一下 是 我们也是队员嘛 也是要问过 就是自己队员的意见 你不能就直接 我的意见我自己 你不用管我 然后就要听对方的意见 好 现在要撒上玉米片 去吧 好 如果你放太多汗流出来就会很完蛋 就会很恶心 我现在要拿进去烘了 我们的温度是200度 10分钟过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就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青椒放进烘炉里面 我就看到另外一组卖相很美 就有一点像馅饭这样子 看上去就很想吃 所以一定要注意时间 好 好 好 我饭了 可以了 小心啊 还有妈 给我下 好 等一下先 同学们 倒数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双手举起来 不准再动了 好 我们的阿里阿玉烘阿娇 还有鲜味聚宝盆 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马上进入品味时间 终于来到我们最爱的 品味时间 谢谢 眼前有我们奇妙的双厨 准备的阿里阿玉烘阿娇 还有QB奇兵的鲜味聚宝盆 还没有开始吃之前 先让你们来介绍一下 你们的创意菜 让我介绍 好 你们 相信大家一听到 鲜味聚宝盆这个名字就是 是黄金满带 鲜味聚宝盆它里面富含了许多营养 例如钙质 蛋白质和维他命 而且吃了后还可以发大财 这我要吃多一些 好 那我们来奇妙双熟 我们这道菜肴叫做 阿里阿玉烘阿娇 阿里阿玉烘阿娇 阿里代表雪梨 阿玉代表玉米 然后阿娇代表青椒 阿里阿玉烘青椒 代表雪梨和玉米包在青椒里面 然后再拿去烘 所以称为阿里阿玉烘阿娇 原来如此 真的是很有创意 你们 那我们赶快来开动 好 我们先吃这个 阿里阿玉烘阿娇 我给我煮的菜肴就打满分十分 因为我觉得我们装饰的那个卖相不错 而且味道也很好吃 好 那我们先来吃这个 好 好 等等 好碎 好碎哦 好 好香 玉米味好香脆 当我看到鲜味巨宝盆的成品 我非常满意 因为我没有想到 它会变成那么的美 所以我就觉得那些金黄色 它的颜色会 就是非常吸引人 那师傅 对于这两道菜有什么评语 我对奇妙双厨的这道阿里阿玉烘阿娇 外表非常的美丽 然后它的名字也很可爱 非常的吸引我 然后吃了下去 它的口感很有城市感 然后这些材料 这些食材 配合起来真的非常好吃 谢谢 谢谢 好 然后QD奇兵的这道鲜味巨宝盆 真的吃得到很多的鲜味 然后远远就能闻到这个香气 然后上面的玉米片 再配合这个鲜味 就感觉很香 而且烤得非常地香脆 所以真的是很好吃的早餐 谢谢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每100公克的灯笼椒 它含有的维生素C 是柠檬还有橙的几倍 那吃了之后 可以保持肌肤的美丽 特别适合 附入青春期的大儿童们食用 可以预防长青春豆 那我们赶快吃完 好 公众们 料理魔法学校下课了 立正 行礼 谢谢郑师傅 谢谢大家 阿余 烙呀 细呀 切呀 切呀 炒啊 炒啊 轻轻松松自己煮 嘻呀嘻呀 切呀切呀 敲啊敲啊 轻轻松松自己煮 料理魔法师 家里怎么煮 它有magic 一二三搞定 料理魔法师 我们一起煮 煮得健康 只为了加热 Are you ready? 嘻呀嘻呀 切呀切呀 敲啊敲啊 轻轻松松自己煮 在整个料理测验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一个小状况 我就不小心笑到我的旧伤 我就发现到我的血一直不停地流 我就有点慌张了 在时间上我是有一点为他们担心 我们下期再见